两人打开冷藏枪 发现黑道大哥竟成了洞鱼 去哪儿啊 就在刚刚 两人本想跟黑道大哥谈生意 结果二话不说 被拖到车里一顿暴打 两人实在顶不住 把黑老大和小弟锁进了车里 结果跟疯狂的赛车一样 不小心启动了冷藏开关 等发现时人已经冻僵了 完了 老堂一屁股坐在地上 徒弟气得猛踹车枪 这下两人被彻底绑在一起了 如果报警 肯定洗脱不了嫌疑 必须马上处理尸体 就在这时 胡弟的女朋友打来电话 小青 我这儿出了点事 我一个老师让车撞了 死了 可能没死 死了人还想约会 这是啥恋爱呢 老堂气得没话说 但他有的是办法 你走吧 反正这是你家 他们俩也在你车上 我也走 什么意思 下言怒了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老堂的国 可老堂十分淡定 当初约着建黑社 也是你同意的呀 我没同意 是你威胁我 是你说我不干 你就够罚我 我不记得我说 你说过 轻点 你说过呀 看来徒弟还是干不过师傅 卑鄙无奈之下 只能同意 老堂负责处理尸体 他先去约会 后面的事 才有两人一起承担 老堂把面包车开到了江边 先扔了一个尸体 因为太恶心 赶紧蹲到江边狂吐 就在要扔第二个的时候 人动了 扔实体 跟认真人还是不太一样 老堂过不去心理大关 他连忙给徒弟打电话 可徒弟现在正忙着 相恋五年的女友 因为家里穷 要嫁给大他十几岁的老头 夏妍干脆关了机 老堂看没人回复 直接把黑老大带到了徒弟家 他拿来所有取暖用品 烧上了热水 他准备把人救活 因为这黑老大 掌握着制作伪超的纸张 这时夏妍已经被女友带去开房了 女友要在嫁人之前 把自己搅出来 可夏妍现在没一点感觉 在等女友洗澡的时候 她终于看了机 结果得知 黑蛇还没死的消息 这下她彻底没心思了